小学标准课程制度从2011年开始实施以来 所强调的高思维学习一直备受争议 月前有一名母亲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抱怨孩子二年级华文课本中的同师太深奥 超出了二年级孩子能够理解的范围 该贴文在网上掀起论战的当儿 也彰显了家长对高思维模式教育的不安 对于教育改革的挑战 从事中文教育工作多年的江刘云认为 最重要的还是培养孩子多阅读 给他们打下良好的语文基础 这也是为什么他创办了 以培养阅读为出发点的小鸟语术工作室 那我们就因为我们自己在阅读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自己在文字里头 得到很多的满足跟快乐 那我觉得我想要把这样的快乐跟热情 跟孩子分享 就让孩子知道文字其实是好玩的 阅读其实是很多乐趣的 就想去影响他们 所以我们就成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室了 走进小鸟语术工作室的教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诞وق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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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阶段 他的这个认知发展是有所不同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选 适合他们年龄跟新次的书呢 这样子呢 阅读起来 阅读的效益会比较显著 他会主动想要一读再读 然后甚至他会因为 喜欢然后他去再去翻阅其他的书籍 图书馆内的书籍都是江流云和丈夫亲自挑选的 他解释尽管这些书籍都适合孩子们阅读 但是每个年龄阶层的孩子都有不同的特点 因此他们阅读的书籍也会有所差异 那我们从图像开始是因为 越小的孩子他比较容易被图像所吸引 那我们从图像带他进入到文字 然后识字的话 他从这个喜欢阅读这件事情的话 他会慢慢的会 因为想要知道更多 然后去研究去认识 然后这个识字就不是单纯 就是三一二三四五 一张一张一个一个字的去认 他会从这个阅读当中慢慢去积累 他就会懂是配合那个语境跟这个图像 他就懂得阅读 从这里这个主动阅读性 就从这里是培养 从图像的阅读走到这个文字的阅读 除了评瑞的课程 小鸟语术工作室也会在假期的学后 举办星空故事营 声音总动员 文学品读营等以孩子为主的活动 此外他们还有特别给父母办的 爱乐推手培训课程 江流云透露 父母在孩子阅读兴趣的培养当中 扮演着引导者 给予者和陪伴者的重要角色 这两三年我们办了一些 培训这个现代父母 给孩子说故事的 这个爱乐推手培训课程 那主要是让父母 可以懂得怎么选书 怎么用纯粹的朗读 就可以让孩子喜欢阅读这件事情 那如果我们有认真的学习 我们自己也就爱阅读的话 那你在陪伴 你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 他会因为你的陪伴或者是你的故事 或者是你们彼此之间阅读的快乐 让他很享受 那之于之后呢 他自己会养成 做自己会有这个兴趣去翻阅 去拿书来看 2019年12月 他们也出了一本 名为小末典的小杂志 这本小杂志集结了孩子们的 文字和绘画创作 看上去烂漫可爱之余 又不失文艺欣赏的价值 就是我们从阅读 带孩子来到理解写作 这个小末典就是给孩子 一个展现自己的 展现孩子学习的平台 就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发表 就是我们要鼓励孩子创作 鼓励孩子相信自己的这个能力 写作书写的能力 创造的能力 所以我们的阅读材料里头 是很 就是那个滋养是多元的 那我们来到书学的时候 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在写作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开放 让低年级的 小学低年级的孩子 他这个时候 他的思维是比较自由地开放的 我们就允许他自由开放的内容产生 所以小末典就是鼓励他们 写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是我们也强调 他的语言的美感跟文学性 就是句子合不合理的训练 也有在里头 江刘云认为 一个从小爱阅读的孩子 长大后也会继续热爱阅读 因此父母让孩子亲近书本 爱上阅读就是送给了他们一份 珍贵的礼物 一份足以让他们享用一生的礼物 阅读是我们能给孩子最美的礼物 尽我们自己的围包之力 继续影响更多的父母 更多的孩子喜欢阅读这件事情 希望他们也可以和我们一样 在阅读里头得到快乐和满足 孩子阅读习惯的环境 不仅仅局限于给孩子 一个装满书籍的书架 父母也是环境因素之一 除了孩子共读 父母平日自身的阅读习惯 也会引导孩子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用爱播撒阅读的种字 让孩子从欢乐的阅读中 养成思考的习惯 从浩瀚的知识中 学会和这个世界友好相处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